Furniture factory distribute plastic chair and wooden chair to supplier A and B 然后A有4 container的plastic,然后3 container的wooden,然后总共有290个 B呢它有5个plastic,7个wooden,然后total 460 然后using matrix method,你看啊,在这一边它重点是using matrix method ok,你用这一题呢,其实你可以用普通的那种multaneous equation 就是说我们在form1 chapter6的时候,那个multaneous equation就可以做到了 然后可是它的问题是,你用form1 chapter6的那种multaneous equation来做的话呢 你就直接拿不到分数了,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你就是怎样呢 你就在这一边,你就心里想,它要的是number of plastic chair and number of wooden chair in each container 所以你就心里想,它的每个container里面呢,它有x张,ok plastic椅子,所以这一个4x3y290,5x7y460 所以你就在这一边,所以你就在这一边 let a container have x plastic 然后我会的那种multaneous equation 然后五 chair,还有y,那一个wooden,オッカイ wooden,这样 这样,所以我们就有4乘以x加3乘以y等于298,然后你有5乘以x加7乘以y等于460,OK,其实你的这一个东西呢,它可以用那个计算机直接拿到答案了,OK, 然后那计算机怎样拿到答案了,你就在这边按mod,mod,mod,然后第一个equation,然后两个unknown,然后你在这边43290,4等于3等于290等于5等于7等于460等于,所以你拿到x等于50,然后y等于30,你直接知道x等于50, y等于30,x等于50,y等于3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一container有50个bastic check,然后另外一container有30个wooden check,所以你看它在这一边你的4乘以50加3乘以30,290,对啊,290啊, 然后5乘以50,250加7乘以30,呃,321,250,460,所以是460,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正确的,OK,然后甚至是我们可以用那一个desmos,OK,desmos这一边呢,我们有那一个什么,4x加3y等于 那个4x加3y等于3y等于290,OK,然后290,然后接着呢,5x加7y等于46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啦,5x加4,OK,4x3,4329,5746,4329,5746,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graph画出来的时候呢,是这样的,两个graph,然后在这一边,5x30,就是它的solution,所以这个就是graphical method,OK,所以我要找它的答案呢,我可以用simultaneous equation,可以用计算机,可以用graphical method,然后可是在这一边,你直接写答案下去,是零分的,然后它会直接,你直接写这个答案下去,然后它就给你k0,j0,就是lunker,就是零分, 为什么呢,因为题目要你用matrix method,所以你在这一边,你把4x加3y等于290,5x加7y等于460,写出来之后,你需要做的事情是这样,4357,然后xy等于290,460,然后接着呢,你就可以拿xy等于这一个 4357的inverse,再乘以290,460,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我有ax等于b的时候,我在我的a前面乘上a inverse,然后b前面也乘b inverse,然后这个会变成identity乘以a inverseb,所以我的x等于a inverseb,OK,你的那个a inverse不可以写在后面了, 因为呢,在那个matrix里面呢,你的a乘b不等于b乘a,所以你写的这个in a inverseb呢,不等于b a inverse,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你a inverse一定要放在它前面了,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个会变成 47-35,然后7跟4换位置,3跟5换符号,然后这个是290,460,4728,35,15,然后这一边就13,4728,4728,28-15,13,对,然后这个我就横下,横下,OK, 然后它的这个横下呢,它是7乘290,减3乘460,然后减5乘290,加4乘460,OK,好,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7乘29,减3乘46,然后拿到650,OK,所以这个会是等于113,然后650, 65,然后是650,然后我的650,我再除13的话呢,我拿到的是那一个,呃,5哦,所以它这个最后会出现的是50,然后我的接着的这一个是,呃,什么,减5乘29,加4乘46,然后拿到的是39,390,然后我再除以13, 然后它就会变成30,OK,所以它就会变成30,所以你拿到这一个东西呢,就是你的xy,所以你的xy是等于 这一个53,你的答案不能够直接这样停下来,你答案这样直接停下来,你拿不到满分,你一定要讲,OK,呃,它的那一个题目,就是说它要的是这一个,OK,呃,它在这边,它要find the number of plastic of chair,和 number of wooden chair in each container,所以你在这一边,你要这样讲,你会说,OK,呃,什么, 50,50 plastic chair,OK,嗯,还有那个30 wooden chair,OK,in each container,OK,in each container,OK,in each container,就是说在这一边,呃, 所以这一边是50 plastic chair,in each container,所以这一边是50 plastic chair,in each container,然后30 wooden chair,in each container,这样,就是这样而已,OK,我们就有这一个,这个是它答案,你,你,如果你是普通的 所以,在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最后要写,X等于50,Y等于30,可是你做应用题的话呢,你要讲,50 plastic chair in each container,然后30 wooden chair in each container,这样,才是标准的,然后,呃,我刚才有教你们用计算机,MS的,来按计算机的,如果我现在用的是ES的话呢,它的这一个是这样,你按Mode,然后,呃,第五个equation, 然后第一个,然后你这边,4等于3等于290,等于5等于7等于460,再等于50,30,嗯,非常方便,OK,好,就是这样